诶我说 这里是爱说唱的第一轮 就是说我最近慢慢的了解下来啊 台湾这边的房价也很高 对不对 大嘻哈综艺节目上呢 有一个叫润绍的rapper 他每一场比赛 他都带着他的地气来参加 他的意思就是他要为这一次 压上他最大的选择 其实在大陆这边啊 也差不多 想要做音乐这一块 没那么容易就很快就能够赚到钱 台湾的音乐人和大陆的音乐人 生存状态 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 大陆这边的音乐软体 每一万次播放 它产生的这个收益啊 好像没有台湾这边的高一些 但是呢 大陆这边由于人口多嘛 你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音乐 你只要上传上去 总能够找到喜欢这种音乐方向的听众 所以只要你唱的还行 它几乎都能够产生一定的播放量 都能够产生一点收益的 但是就是板税不是很高 好像现在板税比较高的平台 应该是属于苹果音乐吧 所以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的音乐人啊 我每次看到这些rapper 他们想要在一个综艺上 或者一个比赛上能够拿到名次 他都是挤破头的想要去争取 因为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不仅仅是rapper这群人他们好征 不断地维持自己在网络上的热度 这个才是最难的 因为有好多的年轻朋友 他为什么不敢去选择一条艺术道路 就是因为想要靠艺术为职业啊 它是有很多的前提准备条件的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去reaction 台湾大嘻哈时代 让我看一看 他们的具体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们Cyber抽到的这个曲风 是比较G-Funk 它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 所以我就回到家乡台南 找到台南的阳光找一下灵感 那我不只想要当一个饶舌歌手 我的梦想 我还想当永康区最年轻的里长 我也是最近这半年我才了解到 台湾的里长呢 他是一个里的一个 这种服务型的这么一个角色 润哨他说他想要当里长 一个rapper 他想要去服务他们那一个里的 左邻右舍 去照顾那一个里的人 我觉得突然润哨这个人 就很有意思起来了 一边是叛逆的GangGang 另外一边他想当里长 其实里长这个工作 还蛮偏这种人与人的沟通的 特别是像这种社区服务型 还真的不是很好干 我估计可能台湾的里长 年纪太轻的人恐怕还干不了 送面包送你去了 所以这里附近的人都叫我地下小里长 我觉得台南跟台湾其他地方 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人 人情味这方面 我觉得台南南部人是最纯真 最直接的 我想要大家想到 我看到现在润哨和这位老里长两个 在喝茶的这个画面 看来润哨是一个感情和生活都很丰富的人 白天可以找老里长喝喝茶 聊一聊他们社区的乡亲父老 晚上可以找他的rapper homie们 Gangangshie 我现在非常期待这一组的舞台 我想直接看他们的作品 吊儿郎蛋 有点一般了 唱的有点太平了 一个情绪从头贯穿到尾 主要是他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勾人 阳性 阳性 我撑住灰色的帽梯黑色的酷 goddamn 我快过换人线 那玻璃储存不断放映换人片 no man 那熟悉的画面 在这一片 x to the i to the n 过了今晚到底涂了爱或涂了恨 呜 x i to the n 过了今晚到底涂了爱或者涂了恨 这个可以 x to the i to the n 过了今晚到底涂了爱或涂了恨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欧文叫欧文的一般都很厉害 这漂亮的姐姐今天晚上会的让我保你该配配 想找你去黑黑 可是对面怎么突然出现警察被吹 我家就从你旁边慢慢经过 偷偷闻到你的发香他妈只是享受 怎么那么香怎么那么香 可不可以让你放假之后带你回我家睡 哭起勇气走过去的是你 不用怀疑结局是好消息 那天之后脑海却都是你 让我愿意为你付出爱的事情塌地 每个周末假期有我陪你 不用害怕无聊我会执张多甜蜜 甜蜜蜜甜蜜蜜 我会感觉所有奇迹看我杀了这个beat 这种把妹的内容来配合这个beat方向是对的 就是没有写一些特别有趣的细节 不够好玩 我现在就等着润哨 这个flow也不够帅 不够帅帅帅发变当算找到新的头路 天平常表演我都弹吉他 现在不迟到手到底要摆哪 有一点尬很多凶神恶煞不怕不怕 因为我吵HIPHOP 耶 嘿嘿嘿 有点着火啊 快帮我找里长伯 喂 坤上 我就等着里长 喂 喂 哈啰 哈啰 有点不吻 怎么感觉 我来做的笑味 虽小这款的狗没走啊 狗哪个看你的大网 去弓箭的叫萱萱 Naple叫手 卡丞脸 咱在Coco 我的眼睛也在Coco 我也去穿这叫甘美看 今晚我穿 咱甘美 Sign 哭 聚 我最爱这叫 主动刷我的手去唱 OK 这个感觉会丢 会丢 别给我给小 给小 让你叙事啊 切了老狗 拜托剪步 够一唱一套 一直不走空 坐两三年 帮妈妈做完菜 出门游手好闲 把两张专辑风格展现 穿梭街头 早安像算钱 生活要浪漫的过 哎 扑二张库 哎 哪里有免钱的酒 哪里就有我 台北游侠 Can't be simple 我听到这里有点腻了 这一组啊 本来我最期待的是润哨 感觉他一开始前面那几句好像有一点不太稳 关键是还给他前面的一个影片人物介绍记录 他表达了他想当里长 其实这个点非常好 我刚刚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对他非常期待 但可惜他表现的那一段 但可惜他表现的那一段verse不是很好 总体来说这一个Cypher都不是很厉害 可能是这一组的rapper们他们的技能方向太像了 所以风格在里面没有太大的节奏起伏 越听往后面就越腻 节奏动线拉的越大的Cypher 越看就越让人激动 他们唱的东西太像太平均了 一个台湾的rapper他也是一个里长 给我这个大陆人感觉也是蛮震惊的 不知道他现在音乐作品到什么程度了 有没有当上他想要当的里长了 现在的Cypher总体来说越看越有意思了 大家都非常期待后面的游击组舞台对吧 我马上紧接着就更新出来 记得订阅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